当今社会,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,男女之间交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,不是恋人胜似恋人的关系也变得普遍。 当我们见到一对亲密无间的男女,以为他们是恋人时,或许对方就会告诉我们,他们只是朋友关系,而女人或许还会说男人是自己的男闺蜜。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,因为在过去的人眼里,男女之间稍显亲密的都是恋人关系,不是恋人关系还走得那么近,那不是耍流氓吗? 但就是这种在过去的人眼里无法理解的关系,在当今社会却变得极其普遍。 但社会再怎么变化,人心是不会变的,女人觉得自己有个男闺蜜很好,又贴心,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 但在女人的男友或丈夫眼里,这就是女人不安分地证明,她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虑了。 于是,女人不是遭遇分手,就是遭遇离婚。 女人若是不在意自己的男友,或是自己的婚事,那她再怎么胡来也没人管。 但女人若是想要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,或是想要一段幸福的婚姻,那就不要交什么男闺蜜。 现在是新社会了,女人完全可以有普通的男性朋友,没人可以对这一点说三道四,男友或丈夫对此也不会有意见。 但男闺蜜不是简单的男性朋友,男闺蜜太过暧昧,太过亲密,已经算是月线了,容易出事,也容易让人想入非非。 所以,女人要约束好自己,不要让男闺蜜的存在毁了自己的恋情或婚事。 佩敏就是那个因为男闺蜜的存在而毁了自己的婚事的女人。 佩敏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这种事情被人退婚,因为她一直觉得一个女人有个男闺蜜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现在稍微混得开的女人,哪个还没个男闺蜜啊? 她觉得在意这一点的男人才是神经病,反正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她是个性格开朗,娇有甚广的女人,因为性格好,长得漂亮,所以人缘也特别好,特别是在男人堆里,简直就是人气女王。 所以,刘刚会看上她,也是因为她的这种性格。 所以,从一开始,刘刚就知道她这个人爱娃,朋友也多,是个追求自由的女人。 佩敏会愿意跟刘刚在一起,也是因为刘刚不在意她喜欢娃,身边男性朋友多这一点。 而且,刘刚对她很是包容,她觉得跟刘刚在一起很轻松,还能做自己。 所以,两个人恋爱期间还是很甜蜜的。 她虽然男性朋友多,还有个关系特别要好的男闺蜜,但刘刚对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存在。 她觉得刘刚就是老天专门为她量身准备的结婚对象。 人好,家境也好,长得也是中等天上,包容心还强,她觉得这就是最佳老公的人选。 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。 但两个人在恋爱过程中,还是有过争吵的,而每次争吵都是因为她的男闺蜜。 刘刚明明能包容她的那些男性朋友,但却唯独无法包容她的男闺蜜。 总是说她跟男闺蜜走得太近,行为举止太过亲密,让她无法接受。 但她跟男闺蜜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相处的,两个人关系好,男闺蜜在她的眼里已经不是男人了,那就是她最好的朋友,是能同穿一条裤子的关系。 刘刚会想歪,那是她自己思想龌龊,反正她是不会因为刘刚的吃醋,就跟男闺蜜分道扬镳的。 因为佩妮的坚持,刘刚也只能妥协了。 她是真喜欢佩妮,她真不想失去她,于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,佩妮跟那个男闺蜜真的没有什么,两个人之间是清白的,只是关系比较好而已。 她成功说服了自己。 就这样,在刘刚的妥协下,两个人决定结婚了。 过程很顺利,走了所有的流程后,也来到了婚礼那天。 然而,一大早,打开手机的瞬间,佩妮就接到了父母的电话,说婚礼被取消了。 她不明白,昨天还好好的,怎么一觉醒来就被告知婚礼被取消了呢? 她赶忙打给未婚夫,想要问清楚原因。 刘刚倒是没有拒接,她接了电话后,很平静地跟她说了她取消婚礼的原因,并表示以后两个人就没有关系了,还说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 直到挂断电话,佩敏都是猛的。 她昨晚只是因为有些紧张,所以找了男闺妮来家里陪她,两个人什么都没干,就是彻夜长谈,谈他们的过往,谈她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期待,因为不想被打扰,她才关了手机。 然而,就是这么一件事,成了她被退婚的导火索,刘刚竟然以为她跟男闺妮发生了什么,她可以发誓,两个人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。 但没人愿意听她的解释,也没人相信她的话,都以为她在婚前跟别人乱搞,才会被人退婚。 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,连男闺蜜都受到了影响,她的父母也都不愿意认她了,觉得她给他们丢脸了。 之后,她想要再找个人结婚的时候,那些总是跟她献殷勤的男人都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,更别提那些相亲对象了。 大家一听说是她,都连连摇头拒绝。 小地方,消息传得快,她这破事儿都被传了好几个版本了,她在本地算是彻底没了市场,想结婚也找不到对象了。 后来,她也受够了这样的生活,就收拾行李,独自去大城市闯荡了。 她算是明白了,要是想结婚,那就别交什么男闺蜜,最好还能跟男性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,让别人觉得她是个好女人。 但要是非要过那种有男闺蜜陪伴的日子,那就彻底绝了结婚的念头。 杂选,就看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了。 再怎么说,佩明也是个普通女孩,她也是想要结婚生子的,所以,尝了教训的她是真的再没有教过什么男闺蜜了。 后来她在外地按部就班结婚生子,过得也还不错。 而刘刚呢,也是找了教训,之后找女友就真的谨慎了很多,有男闺蜜的一律拒绝,后来找了个安静又顾佳的女人结了婚。 婚后生活虽然枯燥了些,但过得却还算幸福。 从这个故事中,我们能够明白两个道理。 一单身时,女人可以随心交男闺蜜,带有了男友或结婚对象后,女人就要注意跟男性朋友交往的界限,千万不要越界,也不要太过亲密,不要因为所谓的男闺蜜就毁了自己的恋情和婚事。 有些女人以为,男闺蜜的存在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恋情或婚事,但实际上,只要是个男人,都在意这一点。 只要是人,对自己的另一半就会有战有欲,当自己的另一半跟别的异性亲密接触时,也会吃醋,更会生气。 因此,男闺蜜的存在,早晚会影响到自己的恋情和婚事,更会影响到自己婚后的生活。 男闺蜜的存在对想要结婚和已婚的女人来说就是个不稳定因素。 所以,单身时,女人可以随心交男闺蜜,但有了男友或结婚对象后,女人就要注意跟男性朋友交往的界限,千万不要越界,也不要太过亲密,不要因为所谓的男闺蜜就毁了自己的恋情和婚事。 二,女友交了男闺蜜时,男人要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,女友若是真的在意男人,就会选择收敛,但女友若是依旧我行我素,丝毫不顾及男人的感受,那这段恋情就没必要继续了。 男人对女友男闺蜜的存在是深恶痛绝的,有的男人从一开始就选择零容忍。 如果女友不能跟男闺蜜断了联系,就选择分手,而有的男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。 可能是太过喜欢自己的女友,没办法轻易割舍,于是就一直容忍和纠结,而在这过程中,把自己弄得既卑微又可悲。 所以,女友交了男闺蜜时,男人要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,女友若是真的在意男人,就会选择收敛,但女友若是依旧我行我素,丝毫不顾及男人的感受,那这段恋情就没必要继续了。